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细心留意一下 身边那些有所成就的人 就会发现他们的举止往往沉稳内敛 说话不急不缓 处境不变 举止从容 心态平静而淡然 给人一种气贤神定的感觉 相反那些生活困顿 运气波折起伏 挫折很多的人大都急躁 气短易怒 而且表情侠促紧张 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 当某人出意外或者是灾祸临身时 都会提前表现出一种反常的状态 要么心慌不定 烦躁不安 要么内心焦虑 举止失措 其实正是这种慌乱烦躁的情绪把这个人引向了灾难 一个人想要远离灾祸意外 生活平顺获得好运 一定要随时让自己处在一种很安静 很祥和的状态下 当人处在一种从容不迫 气贤神定的状态时 就会有护法神来保护 因为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 才不会产生过强的欲望 不会被贪 称 吃慢 以五毒所侵扰 在护法神的忽悠下 各种的邪魔就干扰或影响不到我们了 反过来说 当人总是处在不安定与慌乱烦躁的情绪下时 各种的邪魔就会来引导你 很多失去理智或者恍恍惚惚的做事 轻则伤财 重则伤身 睡觉状态会影响运气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让自己长期处于众神欢喜 珠珠不亲的状态呢 除了白天的修行以外 也不要放弃晚上睡觉后的绝佳改运机会 三 通过睡眠改运的秘诀 人一天要睡八小时 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 利于睡眠来改运 也即通过长期的训练 让你在睡着以后也保持一种气贤神定的状态 而且简单易行 想想看 如果放弃了睡觉时的修行 那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首先睡时要保持全身放松 放松的第一步是活肩 让整个肩都松火沉下来 不要耸肩 第二步是松背 让背部也保持放松的状态 第三步是把心放空 做到这三步 人才能让全身处在一个空凉的状态下 实际上一段时间后 你就会发现睡眠时 你就不会总翻身 而且入睡快 睡眠质量也大不提高 第二天醒来时 你会变得神采奕奕 一天都很容易表现出那种 气形神定的状态 其次要吉祥卧 什么是吉祥卧呢 吉祥卧就是身体向右面侧卧 两腿合拢微微弯曲 左手轻放在左大腿外侧上 现代医学也证明 吉祥卧对身体大有好处 不但可以减轻心脏负担 有利于排血 而且还有利于胃肠道内容物的势力运行 促进消化吸收等 其他诸如趴着睡 拳着睡 枕臂而睡 全身侧卧而睡等等 睡姿都不利于身体的健康 最后面不要放松 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点就是 很多人在睡觉时 面部容易处于紧张状态 大家可以对着镜子试一下 这三种方法 当你把嘴唇紧紧闭着时 你的面部肌肉绷得很紧 而且没有表情 当你把嘴巴张开时 面部肌肉也很紧 只有当你嘴唇四臂非臂时 此时的面部肌肉才是最放松的 而且还会呈现出一种祥和与喜悦 此时在这种状态下 人的心情也很平静安详 因此在睡觉时要让面部放松的诀窍 就是不能让嘴唇紧紧的闭着 要处在四臂非臂的状态 这样的人面部肌肉才会彻底放松 一个人如果能够长期按照以上的三点去入睡 那么慢慢的当人醒来的时候 就会容易保持一种从容不迫 不急不躁的心境 运气自然而然也会变得越好 三 睡出健康 不把身体状态调整到最好 又怎能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全力以赴呢 睡眠是保障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 如果你尝试过五花八门的保健方法 却看不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如果你再为各种身心不施烦恼 不妨试试从睡个好觉入手 大家常说感冒是万病之源 其实睡眠不足才是万病之源 长期忽视睡眠 你的身体就会变得不堪一击 高血压糖尿病等生活习惯 引发的疾病就不用说了 抑郁症等疾病的患病风险 也会因为睡眠不足直线上升 睡眠和免疫力密切相关 而且还会相互影响 睡眠不足会直接导致免疫功能低下 换句话说 就是睡眠不足会导致我们抵抗外来侵袭 维护体内环境稳定的能力下降 我们需要回归原点 关注睡眠 现代人总是分秒逼争 每天都在全力奔跑 正因为忙 才更应该在有限的白天 发挥出自己的全部精力 要想精力充沛的 从早上忙到傍晚 夜间的休息必不可少 要想跳得高 就得先蹲下来蓄力不是吗 睡眠时间是消除机体和大脑的疲劳 处理种种信息的黄金时间 在起床到旧寝的这段时间里 我们的心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 而这些情绪也会在睡眠期间得到整理 如此一来 我们才能保持健康的心态 很多人以为忙根充实是可以画等号的 其实不然 能把精力用在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人 事物 信息 空间和时间上才是货真价实的充实 只有这样的充实 才能转化成你特有的魅力和气场 每个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个人 每天能分配到的时间都是24小时 绝对公平 世上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委屈自己 我们应该高度忠实自己的睡眠质量 每天多爱自己一些 4.睡出好心态 睡眠不足时 人往往会心烦意乱 一不小心就会找人撒气 一句无心之言也能引爆心中的怒火 糟糕的睡眠不仅会导致情绪的起伏不定 在心情烦躁时和别人打交道 口气难免会比较冲 稍不留神 就会给人际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一旦陷入睡眠不足的状态 人就无法冷静地判断了 据说在深夜看电视购物节目 逛网电视 人们更容易购买没用的东西 需要我们判断的可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也可能是影响深远的大事 为了时刻做出最佳的选择 我们也必须睡够睡好 晚上没睡好 大脑就无法摆脱前一天的疲劳 无法以最佳状态运转 稍不留神 就有可能犯下难以弥补的错误 小失误也会招来大事故 所以我们应该防患于未然 有意识地提高睡眠质量 让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 找回好状态 睡眠质量好的前提是 要你自己放松自己 首先可以通过泡澡放松我们的身体 我们紧张地工作生活 难免会让我们浑身僵硬 头昏脑胀 一天的全力奔走 会让大脑和身心沉浸在紧张的状态中 所以我们必须给它们创造放松休息的条件 泡澡就是你的最佳选择 是通往优质睡眠的捷径 泡澡不仅能够捷径皮肤 还有助于温暖我们的身体 疏通经络 促进血液循环 通过泡澡适当提高体温 还有助于扩大入睡时的体温落差 让入眠过程变得平稳顺畅 另外睡前看书也是不错的选择 可以选择一些轻松的读物 看看小猫小狗或是养眼的风景 写真集或者是绘本 看一些让自己情绪放松 不会有太大起伏的书 如果天气给力 还可以仰望星空 来一场星空礼疗 卧室的光环境 是左右睡眠质量的重要因素 手机等设备的显示屏散发出的蓝光 会抑制睡眠激素的分泌 妨碍我们正常入睡 所以在睡前一小时 把房间的光源切换成比较暗的暖光灯 并远离数码设备 正式提升睡眠质量的捷径 早上起床时 要做的事情恰恰相反 要充分沐浴阳光 让身体对照地球时间调整生物中 梳理体内节律 睡前听听古典乐 治愈吸音乐 或自然界的声音 比如婉转的鸟鸣 缠缠的水声 有助于放松身心 入睡时的放松程度 会对睡眠质量产生巨大的影响 所以睡觉时会直接接触的 被褥、枕头和睡衣 一定要选择触感舒适的款式 薰衣草精油 厨菊精油 一篮精油 盘香精油等 它们都是最具代表性的助眠精油 能帮助我们睡得更香 更舒服 晚上没休息好 就无法以最佳的状态 开启一天的工作和生活了 身体疲劳就不用说了 清理状态也会受影响 明明想全身心投入工作 身体却乏得不听使唤 脑子也转不动 是不是有谁能在这种条件下 拿出干劲呢 提高睡眠质量 白天才可以精神抖擞的迎接生活 用最灿烂的笑容和最理想的状态 迎接每天的挑战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